这可以说是榴莲界的爱马仕 香气 不一样 真的 这味道真的是 嗨 欢迎来到JX Channel 我是大妈妹嘉欣 那这是我老公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吃马来西亚的榴莲 那是在哪里订的呢 台湾哦 那我们是到水产邮 里面就可以找到马来西亚的榴莲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吃吧 那我们现在吃的是这个苏丹王 这种 苏丹王 它是长这样子的 我们来开始试试看吧 这种吃起来比金正途绵密很多 它不会说好像外皮阴阴的那种 脆感的感觉 它都是蛮绵密的 然后苏丹王呢 它的果肉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比较浅色的 你有吃到一点酒香味吗 微微的吧 嗯 还有一种淡淡的酒香味 好 那下一个是金包 然后金包的 然后金包的 它的壳是这样子 这是金包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 是比较深一点的黄色 带有一点橘橘的感觉 我觉得它的口味好像跟刚刚那个苏丹王不太一样 它味道 我觉得它比刚刚苏丹王甜了 更甜的一些 确实真的 然后它 纤维感更重一点一点 但也是就是奶油奶油状的 真的比较好 它也是那种绵密的口感 但是你咬下去可以 感觉到你把它纤维咬断的那个感觉 就吃起来那个香气的感觉不太一样 好 我们接下来要吃的是 红肉榴莲 那这个红肉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肉是比较橘红橘红的感觉 更深的一点 比深黄色更深的一点 这次寄来的呢 我们是单颗一整颗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就是剖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拿了几颗上来试吃 你闻闻看 这个味道又不太一样欸 我觉得有一种 好像确实有一种那种 草药味 就是它的说明说确实是说有一种草药味 它又跟那个苏丹王或是筋包不太一样 嗯 土药还是它果肉有点偏那种橘色 所以叫轰 这味道实在太特别了 你在马尔西亚没吃过 没有 我觉得它肉吃起来有一点点那种 微酸的感觉 嗯 它很微酸微酸 对对对对 但又不是说真的很酸就是微微的 这口感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那种口感 它的绵密又没有苏丹王或是筋包这么绵密 它比较不绵密 你会觉得它果肉好像 这边吃起来会偏微酸一点点 但是可能另外一边吃起来又没有这么一点点酸的感觉 我觉得蛮适合那种夏天就是清爽感觉 嗯 就是哎 你想要来一点太热了 然后就想要来一点开胃的那种水果 我觉得还蛮适合当那种开胃的水果 嗯 那你的味道可能 闻在每个人的鼻子里可能感受都不一样 嗯 其实吃这么多马来西亚榴莲都没有像金枕头会有那种 就是让人家比较没有这么 舒服 对舒服的味道 好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猫山王 然后这是猫山王 官网是写王中之王 所以呢我蛮期待的 我虽然我也吃过猫山王 但是没有听说过 哇 也还有什么王中之王啊 黄中之王啊 好多 所以我们先来吃吃看 王中王 哇你闻看 这个香气不一样 其实这个香味 闻起来 比较美味 最最最 鲜 这是猫山王王中王 看看 是非常黄金的色 真的很漂亮很黄 我觉得它这个闻起来 就是 这个味道比我们之前吃一般的猫山王 又好像在更上一个层次 就是更香 而且我觉得它冷冻过来 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口感 或者是它的香气 我觉得这蛮厉害的 它的果肉拿起来又没有说像你感觉的这么软 真的 嗯 这个味道真的是 啊 太香了 而且很清 有一种清爽的感觉我觉得 就虽然它是很浓密 感觉好像很重 但是其实它蛮清爽的 而且它的味道 香气啊 奶油香 那种榴莲奶油香 我觉得更 更加的在口里 就会一直逗留很久 因为我们一般吃的都是 就是一般品质的那种猫山王 我觉得它这种挑出来的确实不错 对 有挑过 所以价钱也不一样 这样其实我会想要试一下它 再往上一个那个 黄中黄吗 对 你看它的纸 真的是比较薄 所以就是你一咬就是满满的果 就是平时不太爱吃榴莲的人 可能是因为 台湾榴莲可能没那么好吃 所以我觉得 吃到 如果你可以吃到马来西亚的榴莲 你会对榴莲有反 就反 这样嘛 反观嘛 就真的不一样 这可以说是榴莲界的爱马仕 我们下一个呢 要吃的是 猫山王的冰淇淋 它是一盒 这样子 我觉得它跟不太一样 就其他外面买的那种牛奶冰淇淋 就比较绵密的那种 就它颗粒感比较重 对 只是吃起来会感觉有一种 绿豆沙的感觉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 有点绿豆绿豆 但是它又有猫山王的那个纤维跟味道 我刚有吃到好像是猫山王的果肉 我觉得如果就是 就是可能还没有那么习惯榴莲的味道 从冰淇淋开始应该还不出 那你吃完那么多品种吧 就是四个品种 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 以你就是很喜欢吃榴莲的人来说 不用选嘛 一定是猫山王啊 第一个是猫山王 我也觉得我应该选猫山王 然后你觉得第二个呢 你觉得CP值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以衡量这个 不管它的味道啊 色香味 苏丹王其实会是一个 CP值最高的一个选择 好像如果以价位啊 或者是它的接受度啊 还是就是它的色泽什么的 我觉得口感那些 我觉得苏丹王确实是一个就是 新手也可以 就是去品尝试试看 对 因为台湾普遍就是 入门就是金枕头 可是其实金枕头那个味道 不包括它的口感 其实都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很让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水果 我觉得它的味道 就是闻起来也没有说到非常的 跟马来西亚的笔画没有到非常的香 然后加上我觉得它咬起来口感 我吃了四次 因为我想给它机会 所以我给它四次机会 所以我都吃到的没办法接受 你知道从马来西亚从小吃到大 榴莲吃到大的人 我就没办法接受金枕头的味道 加上它的那个 还有一种脆感 不是那种绵密性 因为从小到大吃的都是那种绵密性 我当然没办法接受出来 诶 怎么榴莲变得有脆脆的感觉 就是可能是 他们那种金枕头 是不是太快从树上摘下来的 所以就还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就有一些部分是那种 还是很脆的 没有到那种榴莲该有的那种 绵密的那种口感 因为我看官网 马来西亚的榴莲呢都是那种 它从树上掉下来 熟成之后掉下来 才去就是把它摘下来 就是拿到给顾客吃的 那我觉得如果是老桃的话 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开始就是吃到 你已经吃过猫山王了 然后你可能 诶 你可以去挑战黑刺啊 就更顶级的 或者是你可以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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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的口感确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蛮推荐 诶 去试试看 然后金包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排在比较 最后一个 因为那个口感 我觉得它是好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更香的话 我会选择猫山王 或者是苏丹王 然后才到红肉 然后才到金包 金包它自己本身的特色 我觉得没有这么明显 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偏向都吃猫山王 那冰淇淋的部分呢 你会觉得推给哪一种 冰淇淋我觉得没有吃过榴莲 然后想要试一下榴莲味道的人 可以试一下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榴莲的话 那直接开始榴莲 那下次你还会再买哪一种榴莲 平时吃就买个苏丹王 那想要稍微吃好一点的 那就纸上猫山王 对我也觉得纸上猫山王 那还有它因为它官网是有卖一颗的嘛 我们刚才就是红肉有吃一颗 跟这种盒子盒状的400颗 那我觉得比较推荐是盒子这种 会开的人是可以买啊 但是我相信大家一般人可能也不太会有那种开榴莲的经验 所以其实这种盒装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比较方便而且又卫生 对 那吃起来其实跟新鲜的几乎是没有差别的 对 我觉得结论就是大家一定要试试马来西亚的榴莲 好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收看 那请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蛋